如果是尿路感染通常那个验小编就验得出来了 这是第一次 然后他有感冒吗 有咳嗽 流鼻水吗 他现在也没办法说 他不会说 但是没有流鼻水 有没有咳嗽 我们确定他没有流鼻水 但是我哥说那个星期六的时候去做复健的时候 他们就说有那个有 你不是说有发生吗 有发生 发生回去以后就说没烧 礼拜六的时候 礼拜六我们去做复健 复汗 好像冷汗这样 我哥说礼拜六 因为他造了垫子 那便是不是很干净的 因为这边你看这边还是有一些分辨 可以让我造一下吗 可以 这样 对 分辨在哪里 对不起我看不懂 这边是大科的 所以是有一些 那肚子里面是有一些 挺多的嘛 蛤 挺多大便啊 老人家通常如果卧床 本来就比较容易有这种情形 那这样你心里怎样改善 我可以开点软便剂给他吃吃看 他们已经有吃了 他们已经有吃了 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吃 照顾他的知道看他大便是不是很硬 如果大便有一点硬的话说不定 他可能是有便秘的情形 哦这样是一个考虑啦 哦这样这样 有时候发就是早期感冒也会啊 哦 所以早期感冒 所以看起来那个大便蛮多的哦 对啊 是不是 分辨是 蛮大块 他如果说解采是很硬通常我们会就 我给他灌一下肠 那我们要不要回去急诊室请他帮忙灌一下肠 那他如果有解的话就 不是不是我们刚解了才一小块耶 一小块出来 一个拇指那么 一个一个 一个尺头这么大 那我而且我们看到他的大便是在 那个 屁股眼上的 但是就没有办法让他出来 我刚刚给他灌了那个 羊乐多 蓝色的羊乐多 蓝色的那个羊乐多 来我量一下 最后在急诊量到血压是多少 最后是多少 哪一只手可以量 一百五十五 这只手吗 这只手是那个 是那个 可以吗 嗯